大家好 我们现在介绍了这款游戏叫做德州扑克 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了解到这个德州扑克就是现在在一个国际间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款 一种纸牌的一个竞技的赛事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一种类似赌博的 这个博雅就是一个提供的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去在网络上去跟其他的玩家在线上进行一个对战的方式 我们先回到这个主选单 我们先离开 我看离开在这边大厅 我们先按到大厅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去注册一个新的账号 或者是透过FB去登录到这个游戏 或者是用一个游客去登录到这款游戏 或者是你可以玩单季的方式 至于玩单季的方式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去做选择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这个所谓的 场次可以去做选择游玩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普通场 普通场就是这些快速场 快速场就是所谓的初级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人数这样子 在玩人数 他就透过这个绿色条 来让你显示 比较好清楚的可以看到现在是什么情形 然后还有淘汰赛 所谓的淘汰赛 淘汰赛就是 比赛竞赛那种的 所以他的钱也是会比较高一点 核观场这个就是他有跟你讲说 你要资产要超过一万才能够进行游玩 至于钱的部分要怎么得到呢 除了就是透过比赛 或是透过你这个进行游戏的部分去赢取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台币去购买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活动 活动的话就是他一些 博雅这个平台 他有时候办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去参与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透过参与 可以得到一些比较特别的 可能像金币啊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边是一些礼物奖励之类的 那这奖励就是 如果每天有打赵老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奖励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互动 互动的话就是你可以透过 跟别人家好友 然后可以去互相赠送礼物啊 或者是聊天啊 而且他有一个动态 可以让你也可以去互相的分享这样子 这边还有所谓的排行榜 排行榜就是也是依你的资产额 然后去做一个排行的一个动作 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 一个显示就是显示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部分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商城 商城就是你可以透过台币啊 去购买这些游戏币 或者是一些道具 道具就可以透过这个游戏里面的 一些游戏币去购买的 他旁边都显示这个是要多少钱 然后这边又显示这个是财币多少钱 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是你的道具这样子 然后在支持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去一些意见的反馈啊 然后去跟那个伺服器讲 这样子 然后版本 然后这些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 常见问题啊之类的 然后在设置的部分就是一些声音啊 或者是一些像牌背你可以去做选择 然后你可以做去教学 如果你不太懂这个德州布克怎么游玩的话呢 你可以透过你新手教学这个部分 然后去了解到这款游戏是怎么玩曲的 然后我们现在进行游玩吧 我们可以选一个普通场 然后就按进入房间 然后等到加载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按这边按坐下 然后我们选择坐下 啊这边刚好有人坐下了 哇现在刚好我们再进来这个部分的时候 刚好他坐满了 坐满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进行游玩 因为他这款 他这个房间 还有限制人数 所以 限制人数之后呢 就不能进行了 然后如果我们在按确定要坐下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我们要携带多少钱去 我们可以按增加之类的 然后就携带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就坐在这里 然后 就 在这个就是一个loading的状态 就是他的一个出手的一个时间限制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圈圈 转完一圈之前呢 出手 成一个 像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要选择要跟住 还是要加住 我们就跟住就好了 所以他这边其实还有一些 按钮可以让你去做按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明了的 就是 这些步骤就是这款游戏 要需要用到的部分 那其实这款游戏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一些 一些表情符号啊 去跟一些玩家做互动 这样子 然后我们不要讲的话 我们就按跟住 去确定 然后我们不要讲的话 就按传送 或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点回来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离开 或者是 我们只想要关站的话 按站起 站起就可以 不用进行到这一个局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 如果站起这个局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是 会损失这些钱的 我们现在可以按跟住 然后我们就可以 诶 因为 这些就是一些规则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玩久了 你就大概了解到 这款游戏要怎么游玩了 然后我们要离开的话 就按 先按站起 我们现在不能按站起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发牌了 那也不能打听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发牌了 所以我们就不能离开 所以基本上这款游戏就是 这个样子 然后 要怎么能够得到 更多的钱 就要靠自己去努力 那就这样子了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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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